雞蛋價格故意桑桑先前盛傳 本週還要再漲兩到三塊錢 結果農委會出手確定 凍漲也引發彈傷不滿 仰言要無限期收拾 彈傷想以不揭露爆架反制農委會 直言缺彈潮之下 凍漲快讓彈農無法生存 農民期待以價制量緩解缺彈 也減少虧損 不過對於彈傷喊話 再凍漲就要修飾 這位陳吉仲這麼認為 主委強調不需要特別針對收拾或蛋價議題來炒作 畢竟現在市場價格已經很混亂 黑市長 零售價甚至已經賣到一斤破百元 要緩解嚴重缺氮 外源也快到了 第二批專案進口雞蛋最快23號抵台 24號 25號也會有澳洲氮空運來台 填補國內加工廠或直接進到超市銷售 盡快緩解民眾用膽需求 三大宣王小偉 坤先生 台北通報道